最健康的还是白开水 可以喝一些淡的茶水 对于儿童咀嚼吞烟困难的一些老人 或者胃肠功能不好的人 可以选一些鲜榨的蔬果汁 或者什么核桃露或者米浆等等 但是这些饮品里面尽量不要去添加糖 因为过多的食物含糖的这样一些饮料 会增加取齿和肥胖的这种发病风险 不添加糖的这样的一些纯果汁 或者蔬菜汁的这些饮料 它会含有一些我们说的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膳食纤维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 那么喝纯果汁 我也建议每天不超过300毫升 一些乳饮料 它其实里面的奶的成分可能是很低的 所以适量的饮用 它不能够去代替我们的牛奶 还能少一些果蔬汁的饮料 它可能含了一些果汁 那么只是一些果味 它其实里面的营养成分也比较少 大概每周就喝一次就可以了 就是频率和量的问题 还有高糖分的这些 比如含香精的这样的一些饮料 汽水的话 它基本上除了糖之外 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是微乎其微 或者甚至对我们身体有害 可能碳酸饮料对骨骼 对牙齿都是不利的 可能仅仅满足了口感 对 所以要尽量的不喝或者少喝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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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